今天討論入委會 拍這個鋪街的廣告 迎接觀光客 被香港罵出屬 這個誤會太大了 有那麼嚴重嗎 我們這一段給這個鋪街 不是 給這個鋪街電影的男女主角 3G 還有這個結巴男 我們這一段給這個鋪街 小姐巴同屋其他人 是藍莎 三姐 離開了 在攝影棚裡收不到3G 只有2G就不錯了 我聽說在台北 晚上信義區很多夜店 口中康 康信不肖藝人開的夜店 三、四點以後就會有這些 叫做喝醉了蝦妹 就可以撿回家了 想不到現在攝影棚裡面 在攝影棚裡面 也會有這種女生 還沒10點就兩個蝦妹 還沒10點了 那台灣叫什麼 撿蝦妹了 對啊 廢話不多說 趕快撿多少 試多少 藍 藍哥他要罵你了 難得 一生 好不定 哇 誰鼓勵你唱歌的了 你 你搞什麼了 我真的真的離開 我撿蝦妹 我撿夠你了 陳浩蘭要罵你了 陳門 陳門雞蛋糕 到底是幾把刀 你站在那邊數一下 是9把刀 還是36把刀 對啦 不要放開 快撿蝦妹了 你先看這個 先看這個 來啦 來了 這個蝦妹了 哇 像寶媽 我不要 這個不錯了 這個撿肥具可以煲湯了 不要了 來 試試看這個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戴這個帽子的呢 是台灣現在非常紅的 他追這個呂藝人 最近都戴這個帽子上節目 他是台灣的新女神來的 陳妍希 沈嘉儀 我們一起追的女神 來了來了 這是廢池啊 廢池 廢池來的 我信了 我是陳妍希 你不要再裝神弄鬼了 是啦 是啦 我看他不是廢池啊 他應該是 有一個很像眼九把刀的那個演員 哇 不過說實在的啦 把他填回去OK的啦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呢 在香港現在好紅的 好紅的 台灣電影猴才來的 猴才來的 也算是一種行銷了 幹嘛一定要搞突接了 是不是 用電影行銷多好呢 為什麼 真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 好好好 好好 大嫂 你要做這一段的結尾 我怕命太短了聽不完 所以我幫你說好了 既然你們覺得鋪接這種行為 是一種行為藝術 然後你們又把它變成 你們台灣的一種迎賓的方法 不如這樣啦 就叫Karen跟靜玉兩個女生 去中正去台灣機場上班 然後就在迎賓大廳裡面 就掛在LED的牆上 兩個人天天掛在那邊 外賓來台灣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兩個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不錯的話 這就是正確的行銷台灣 不要再用鋪接這兩個字了 我是覺得不是很文雅的 下面兩位說是不是啊 對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啦 我覺得其實香港人想太多了 只要尊重我們台灣文化就好了 我們這個鋪接是趴接 又不是像你們說的 扑該對不對 那我這樣講好了 反正這幾句解釋啦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這兩個 鋪下去... 先鋪下去啊 因為待會兒有 納豆要來撿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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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開 應該是喝了很醉才會撿去 你這個不喝醉應該就會被撿走 不是啦 不是 我們可以講話 表達給意見 因為我要講的 我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個不同的地方 就會有不同的文化啦 好比說像這樣好了 我們如果去日本的話 在台灣這樣比是沒問題 比方像這樣 有沒有 那我知道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要去餐廳定位 總共有六個人 有五個大人 一個小孩 OK嗎 完全正確耶 你好厲害 可是去日本就不是這樣了 怎樣 不然你再比一次... 怎麼樣 我待會兒打電話給你啊 我們要五個馬子 最後一個就是你馬子 你馬子也帶來 這黨郎用錢來買可以嗎 可以嗎 你不是男... 你是女生耶 我現在是在演男生 可以嗎... 就這樣子 所以到日本就變另外一種感覺了 對不對 就好像說 如果我們現在到了義大利 我們要自拍的時候 有沒有 來自拍 好... 好 你完了 你如果比這個 你在我頭上 你死定了 你一定被打死 又怎麼了 義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你是Rock對不對 這個在那個地方意思是說 你戴綠帽... 差這麼多 你會被打死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啦 這是一個文化的差異 現在台灣很多人要出國去旅行 你們到當地的話 要了解當地的文化 所以如果香港的朋友你們來 也稍微了解一下 台灣的文化 台灣就是這麼自由 你想在哪裡趴就可以 在哪裡趴對不對 像我們現在想趴那邊 對啊 我們就來趴啊 對不對 你一直罵我們 其實你覺得說我們不好 我們沒有趴在這裡 對不對 趴一下... 對不對 怕什麼呢 這個要趴久一點啦 因為黃國人趴很久啦 你們兩個趴一下啊 來 我們這個來進廣告 好 回來最後Ending 讓我們沈玉琳來做個總結 其實這次陸委會拍的這個短片喔 它會引起爭議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沒有找我拍 它如果找我拍的話呢 爭議會更多 那麼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陸委會 它趴的地方我覺得 比較沒有缺乏一些創意 比方說趴在這個阿里山 那些地方啊 其實就有很多的街友 就已經在那邊趴過了 或者是說你要到這個 在夜市去趴也有很多的流浪漢 也在那邊趴過 所以沒有什麼創意 所以你如果認真給它想一下呢 現在目前台灣最重要的兩個地方 可以趴的是哪兩個地方 當然第一個 就是新莊棒球場的投手板 上面可以去趴 因為呢 王建民啊 即將在率領我們台灣明星隊 跟那個美國職棒大聯盟 要做友誼賽 你去那個地方趴 一定會有很好的效果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揚聲球場的 第18棟的國嶺上面去趴 因為台灣的世界球后啊 曾雅妮在那個地方 有舉辦過頒獎典禮 而且在12月份的時候 還有群擺搖搖的這個曾雅妮 也會在這個地方出賽 所以高爾夫球 已經快要變成我們的國球了 也是大家這個 非常重視的運動項目之一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趴的地方趴對的話 絕對會有它的效果 所以今天這一次 他們所趴的地方 就是少了一點創意 如果多一點創意的話呢 我相信在趴的地方 會帶著很多的球員工資 謝謝沈玉琳 既然要創意 我們今天剛好討論破竊 乾脆全部鋪給你們看 來 這樣就好嗎 你要看工作人員一個一個鋪 會不會連攝影師也在鋪啊 攝影師是不是也鋪在那邊 連導播都鋪在導播室 這樣好不好 還有鋪也在鋪 再見啦 鋪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 連狗也鋪在那裡啦 謝謝… 明天同時間前面追到人 再見 謝謝 沒人分 沒人分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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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